香港站中人士又蠢蠢欲动 平安夜一些站中人士聚集在望角的多个路段 企图占据街道并同警方发生推击 而警方则出动了胡椒喷雾和警棍去散人群 至少逮捕了12个人 平安夜的香港基本平静 许多港人沉浸在迎接节日的欢乐中 面向维多利亚港的金子金广场 披上了节日彩妆 绽放异彩 为了舒缓人流 尖沙嘴的这条大街一半临时成了步行街 为确保圣诞夜安然无事 警方出动了2000警力在各个主要道路巡逻 不过站中人士卷土重来 再来闹场 好几百人聚集在望角主要道路的人行道上 企图以所谓流动音乐会的名堂 占据一些路段 还同警方推挤 警方劝请企图堵路的人群离开 警方表示 站中人士制造混乱阻碍交通 警方最终以胡椒喷雾和井棍驱散他们 并扣留了12人 在这篇地方看视频 扣高权店应行道头 lands人議案 祝也当家宣言